绝世武魂 作者 洛成东 第601章 突破 大祥龙神拳 我这一次 置之死地而后生 自己坠入深涯之中 当初想的是 宁可摔死 也绝对不死在金甲乌公 或者孙昊光手中 却没想到 在这深涯之底 竟然还得到奇遇 小鼎斩杀了蛟龙 我也吸了蛟龙的全部精血 实力大尽 现在龙象破天绝 已经到了第五重楼 并且打开了第26个窍穴 实力大有增长 而且 还点燃了龙血战体的一部分 将双爪位置第一次强化 攻击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陈锋立刻运转钢器 然后施展大祥龙神拳 此时 已经突破到第五重楼的实力 他那雄厚的钢器 已经足以他施展十几拳 大成状态的龙战鱼也 陈锋的动作非常缓慢 他没有着急 而是一招一招 将龙战鱼也打了一遍又一遍 每一遍 他的动作都是非常的细腻 将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他的动作非常的缓慢 但是如此缓慢地做动作 将每一个细节都做到位了 严格按照秘籍中所说的 没有一丝一毫的披露 当他将龙战鱼也这一招打出去的时候 威力却是格外的巨大 比之前都要巨大许多 陈锋心中也是似有名物 他在现在对龙战鱼也的领悟 更加加深了几分 终于 在接连打出六拳之后 陈锋停住了 他的脑海之中 似乎有什么东西震裂了一般 陈锋尽力在这冰天雪地之中 目光沉宁 双眼微眯 一动不动 他脚下不钉不扒 双臂非常自然地垂在身体两侧 他就保持这个姿势 过了不知道多久 而紫月则是静静地悬浮在一边 小手拖着脑袋 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切 嘴角挂着一抹温和的笑意 这一切 其实对别人来说是非常无聊的 陈锋就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有什么好看的 但是在此时的紫月看来 这一幕却是温馨无比 安宁无比 让他看了 心里莫名其妙地 就有着一丝安定与愉悦 似乎就这样普普通通 平平凡凡的场景 他就可以这样一辈子看下去 紫月心中了然 知道这是因为刚才的生离死别 而使得他对陈锋更加的眷恋 陈锋在这里静静站立了 足有三个时辰 然后他忽然动了 陈锋双腿忽然摆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姿势 左腿微曲 公不向前 右腿后撤 跟左腿正好是相反的方向 然后陈锋 双掌一左一右 同时击出 左臂微微内弯 左掌划了一个非常小非常短的弧线 向内回收 看那样子 似乎要击打自己的右胸一样 右边手掌 则是画了一个弧度非常大的圆圈 狠狠地向外推了出去 此时在陈锋的脑海之中 已经烙印在他脑海里面的 那大翔龙神拳的招式 每一丝每一毫的精妙 每一个细致的动作 都是闪现 陈锋手上做出来的 与脑海之中烙印的 也是丝毫不差 陈锋摆出这个动作 然后他忽然之间 吐气开声 发出一声极其浩大之音 有四个字 从他的喉咙之中迸发出来 六龙回旋 体内刚气 喷涌而出 他的这双拳击出之后 看似缓慢 实则是极快 空气之中 顿时刚气奔涌 隐隐有海潮之声传来 他一掌向内 一掌向外 如此 一招之中 蕴含了两股截然不同的力道 这两股力道冲突 一个向外攻击 一个向内回收 先是在他怀抱之中 形成了一个末盘大小的气旋 然后这末盘大小的气旋 又是向外一放 直接在尘封 提前形成了一个 足有三四米直径的巨大气旋 这个巨大气旋之中 产生了强大无比的吸力 紫月看到 地面之上的冰雪 纷纷飞了起来 无数的颗粒 向着尘封身前的气旋涌了过去 甚至 就连数十米之外的湖水 也都被吸了起来 像是一条巨龙一样 向着尘封身前的气旋涌来 由此可见 巨大气旋的吸力 是何等的强悍 不但吸力强悍 而且威力非常强大 尘封身前的这气旋 由两条巨大龙形气旋组成 因此 一共是两层 这两条龙形气旋 就像是两个巨大的磨盘一样 不断地相互摩擦 然后所有被吸进来的东西 都是被磨成了粉碎 那些被吸进来的 煎如玄铁一样的冰雪 直接就被磨成了冰雪碎末 感受到这巨大气旋带来的吸力 紫月也是慌忙 退到一边去 离开尘封 足足有百米之远 她非常的清零 很容易就被吸进去 看到紫月远远地退开之后 尘封开始全力催动这一招 忽然口中大喝一声 将这巨大气旋向前推出 只听到旁边卡拉拉一声巨响 尘封就看到 大约数十米之外的山壁之上 一块足足有小房子大小的巨石 被吸得从石壁之上脱离下来 被吸入了这气旋之中 然后瞬间就被磨成了石头粉末 本章完 第602章 你想让谁尝到后果 而将这巨大的石头磨成粉末之后 尘封身前的那个气旋也是消失的无影无踪 淹没在空气之中 尘封收招 站在那里 嘴角露出一抹微笑 这是大翔龙神拳第二招 六龙回旋 尘封嘴角露出一抹微笑 缓缓说道 这一招 六龙回旋 并不是一个纯粹攻击的招式 还有非常多的神奇功效 单单拿这个犀利来说吧 如果用得好了 将会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绝招 不但可以将物体吸收进来 而且也可以将敌人吸收过来 如果敌人非常强大的话 也能够影响其离开的方向 甚至可以直接让其进攻偏转 这一招和龙战鱼也配合好的话 会非常厉害 现在我的六龙回旋 已经达到了出窥门境的地步 气旋直径在三米左右 而里面有两道龙形气流 在不断地来回游走 如果能够达到大乘境界 直径会比现在扩大好几倍 同时会有六道气旋 在里面疯狂地涌动 方向各不相同 形成五个巨大的磨盘 这 才是六龙回旋的终极奥义 这时候 紫月飞了过来 她看着陈峰峰 嘴角闪过一抹赞赏 说道 陈峰 这一次你练的这个大降龙神拳 相当之不错 里面有一些招式颇为玄奥 连我看了 都是要正经的 而六龙回旋这一招 如果运用好了的话 会有非常出人意料的效果 陈峰点点头 笑道 能入紫月你的法眼 说明这武器确实不错 紫月皱了皱小鼻子 神色傲娇说道 也只是不错而已啊 她这样子分外可爱 陈峰哈哈一笑 揉了揉她小脑袋 紫月从她手里挣扎出来 在一旁翻着白眼看她 作为刚刚领悟的武技 六龙回旋这招 对陈峰的钢气耗用非常巨大 陈峰进入第五重楼之后 可以发出五招龙战鱼也 把龙战鱼也 变成了她的常规武器 心境领悟的六龙回旋 一招则是会消耗掉她一半的钢气 现在陈峰的大翔龙神拳和绝灭三刀 都是已经领悟到了第二招 分别是练成了六龙回旋和断魂十字斩 实力更进一步 而她的龙像破天绝与混元仪气功 也都是达到了第五重楼的境界 陈峰嘴角露出一抹微笑 这一次 被孙浩光追杀逃入青芬山脉 却没想到实力更是接连突破 而想到孙浩光 她的脸色立刻变得阴冷了下来 孙浩光 咱俩的账现在也该算算了 我现在实力大尽 也该到了你尝尝我的厉害的时候 然后陈峰手持紫月刀 走到这山谷的边缘位置 山谷边缘位置 石壁之上结满了厚厚的悬兵 乍一看 怎么这也有六七米厚度 泛着蓝光 坚硬无比 陈峰往上看去一眼 看不到顶部 这个深谷 起码有五万米的深度 她将紫月刀往石壁之上一插 轻轻松松地 就插入到这万载悬兵之中 然后借力向上一跃 同时紫月刀拔出 她一跃跃起数十米高 然后紫月刀又一次插入石壁 如此 陈峰不断将紫月刀插入石壁之中 借力向上跳跃 以极快的速度向上攀行 青森山脉深处 一处山崖之下 大湖旁边的巨石上 孙浩光脸色惨白 衣衫破碎 伤口血肉模糊 左臂其间而断 正在疗伤 过了好久 她缓缓睁开眼睛 一张口 吐出一口淤血 然后轻轻嘘了口气 神色变得有些放松 被她喷出来的那口淤血 赫然是一大块黑色血块 而最让人恐怖的是 那血块 竟像是活着一样 被喷出来之后 竟然还张牙舞爪不断地扭动 而当它落到湖水中之后 瞬间便是被稀释 足足有数十米方圆的湖水 都变成了一片漆黑之色 而这片湖水中的那些鱼虾 竟然都是被直接毒死 翻着白肚皮 飘在了湖水之上 由此可见 这一块淤血 毒性是何等强烈 她缓缓吸了口气 轻声自语道 用了三天时间 终于将这只毒素给逼了出来 那畜生的毒性 还真是厉害 本来 我三天时间 都可以将自己调息地 恢复到七成了 被毒素缠身 现在只恢复了三成 到了神门镜第七重楼出气 再有半月时间 我就能够将实力恢复到巅峰 她目光之中 露出阴沉之色 只是 和她畜生这一战 却是让那个小兔崽子 给跑了 也不知道现在在哪里 但我感觉 她应该还没有死 等我伤愈之后 一定要将她寻找 然后使尽手段 狠狠折磨她 她恨声说道 她娘的 落到老子 手里竟然还敢逃跑 我一定要让她尝到后果 这时候 她忽然听到 身后传来一声 朗声长笑 你想要谁尝到后果 孙浩光默然回头 看清楚之后 脸上顿时露出惊讶之色 本章完 第603章 睁大狗眼看看 赫然正是陈锋 一袭白衣如雪 神采俊朗 身上哪有半点受伤的样子 而陈锋看到孙浩光之后 一刻也不停留 身后一阵波光闪动 向刘武魂骤然出现 武魂神通震慑发动 而与此同时 立刻一声 凌空跃起 手中紫月刀 坑然出窍 断魂十字斩 轰然劈出 陈锋看到孙浩光 在这一瞬间 直接杀招进出 根本不留给他 任何反应的时间 孙浩光看到这一幕 发出哈哈狂笑 小兔崽子 真是狂妄 你如果逃跑也就罢了 我还未必能够找到你 但你竟然敢自己 送上门来 简直就是找死 看着陈锋横跟在空中的 那巨大武魂 孙浩光立刻就感受到了 空气之中的震荡的音波 而由于他实力极高 甚至他还能看得出来 空气中那实质一般的音波 向着自己震荡袭来 孙浩光年纪这么大了 见多识广 立刻就明白 这是一种音波类的精神攻击 如果是被击中的话 应该会让自己身体僵硬 一时之间无法动弹 他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看着陈锋 不屑说道 你以为这东西 对我有用吗 告诉你 老夫根本就用不着 抵挡这东西 你就算能够让我身体僵硬又如何 我站在这里一动不动 让你攻击 你也对我无可奈何 我和那畜生一番大战 现在 虽然实力已经是降落到了神门镜第七重楼 但是也远远不是 你这个小辈所能冒犯的 他对陈锋的实力认识 还停留在前一段时间 根本就没有想到 陈锋已经实力大进 因此 对陈锋 依旧是非常的轻蔑 陈锋冷笑一声 那你就试试 孙浩光还真的不打算抵挡 他身上虽然有抵抗阴波的宝物 但是他并不打算浪费 在他看来 陈锋甚至没有值得他浪费的资格 但是 阴波即将到达他身体的时候 他心中却是忽然涌起一种极度心悸的感觉 似乎有什么极为恐怖的事情要发生 于是 他立刻撕毁了自己刚才说的话 他身上黄色光芒一闪 这道黄色光芒非常浓厚 直接就将即将落在他身上的那些阴波给抵消掉了 陈锋这次的五魂神通 震慑攻击 直接被黄色光芒消除 但是 断魂十字斩 他却是躲不开了 断魂十字斩 翘无声息地撞在他身体上 下一刻 孙浩光一口鲜血喷出 遭受重创 小兔崽子 你找死 孙浩光一声利吼 海王三叉戟 轰然凝结 小子 受死吧 孙浩光眼中露出得意之色 认为这一招绝对可以重创陈锋 之前他用这一招就能把陈锋打得半死 巨大的海王三叉戟 向陈锋杀去 陈锋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孙浩光 你还以为我是之前的我吗 你睁大你的狗眼看看 说着 他体内龙向破天绝 疯狂运转 血红色钢气 如同大江大河流淌 体表红光透出 在他丹田之中 那一具龙血战体的龙爪位置 大放光明 陈锋一声利吼 瞬间完成了龙血战体变身 接着 体内经脉 龙爪图案悄然点亮 下一刻 一个巨大的龙爪 出现在了孙浩光头顶之上 然后向他重重地轰击过来 口中大吼道 灭天神龙爪 以龙血战体 驱动灭天神龙爪 威力强横无比 巨大龙爪出现 直接将海王三叉戟给轰碎 下一个瞬间 就轰在了孙浩光的身上 孙浩光狂喷鲜血 身体出现了无数伤痕 胸口塌陷 然后尘封 又是一记灭天神龙爪 这一次 轰的一声大地炸裂 石头地面之上 出现了一个方圆足有几十米的巨坑 孙浩光发出一声急促的惨叫 而发出这一招之后 尘封也是摇摇欲坠 龙血战体消失 脸色苍白 浑身颤抖 胸腹之中 如同火焰灼烧一般的难受 刚才在那短短的四五秒的时间之内 他绝招进出 发挥出所有的势力 当真是已经倾其所有 尘封已经把自己的实力 恢复到了极致 他不幸这样 还杀不死孙浩光 尘封重重地喘了几口粗气 然后缓缓站起身来 此时他体内的刚气 已经即将见底 实力所剩无几 他挣扎着 来到大坑巨变 往里面看去 然后立刻瞳孔一缩 在大坑中心位置 一团烂肉 正在那里蠕动着 这都杀不死孙浩光 他立刻跳入大坑中间 孙浩光此时 双腿双臂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全身骨折 甚至难言 脑袋都塌陷了一半 脖子有一半的位置 都被撕裂了 但就算这样 他还是神智清醒 呼吸虽然微弱 但依旧还活着 尘封心中骇然 这神门镜第七重楼强者的实力 确实太厉害了 就这样 都无法将其杀死 但很明显 孙浩光此时已经毫无战斗力 一个普通壮汉 都可以将其杀死 他看着尘封 满是不敢相信 本章完 第六百零四章 窥策 为什么 为什么尘封会强大到这种地步 尘封走到他面前 目光淡淡地逼饰着他 孙浩光眼中露出浓浓的哀求之色 口中说道 尘封 你别杀我 你千万别杀我 我求你了 你饶了我吧 你看 我现在已经完全是个废人了 以后对你也不构成任何威胁了 你别杀我 饶我一条狗命 他此时 哪里还有宗门太上长老的傲气 在尘封面前苟延残喘 苦苦哀求 就像是一条老狗一样 尘封冷笑着看着他 嘴角露出一抹嘲讽之色 你追杀我时候的傲气呢 你高高在上 看着我 如同看待一只蝼蚁时候的狂妄吗 你对我的那满心不屑呢 现在怎么都不见了 说着 发出一阵长笑 孙浩光眼中闪过一抹浓浓的怨毒 但他掩饰住了 他剃泪横流 姿态放得极低 哀求说道 尘封 过去的我做错了 我给你道歉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你饶了我这一次吧 尘封忽然问道 你那天向我索要 宗门大笔的奖励 为什么 是谁让你要的 你想要里面的哪样东西 孙浩光像是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一样 赶紧说道 尘封 我回答了这个问题 你是不是就不杀我了 尘封一声冷哼 没有说话 只是看着他 眼神更加冰冷 孙浩光浑身一颤 赶紧说道 我说我说 那是杨不易让我像你所要的 那是杨不易要的东西 这次我来追杀你 是杨不易跟我合作的 他向我提供的你的消息 尘封嘴角露出一抹嘲讽之色 缓缓点头 若有所思 果然是杨不易想要的 孙浩光看着尘封 脸上 闪过一抹西剂 尘封 你是不是饶了我了 尘封微笑说道 我很想饶了你 但可惜我这个人 深知打折不死 反受其害的道理 话音未落 长刀挥出 孙浩光头颅便是飞了出去 他的脸上 还凝固着浓浓的畏惧之色 尘封在原地收拾了一下 找到了孙浩光身上 遗落下来的一个戒子袋 然后将尸体扔到旁边 不远处的深谷之中 迅速离开了这里 五天之后 尘封所拥有的那座 山谷洞府的一处角落 景色秀丽 有山有湖 林木葱玉 繁花四景 此时 花丛中 尘封和韩月儿并肩而立 微笑着看着前面 前面不远处 大约十米开外一片空地之上 花如炎和江月纯两人 正在过招 他们两个 此时是对打 又不是生死之敌 所以 两人分寸都控制得很好 说是两人对战 其实更像是对方未招 各自演练自己的实力和招数 此时若是有普通的外宗弟子 外宗长老在这里看到这一幕 一定会大跌眼睛 因为花如炎和江月纯两个人 虽然年纪都非常小 但实力却已经不容小觑 两人实力都已经达到了神门境第六重楼 江月纯隐隐约约更要胜出一筹 甚至达到了后天七重 他们两个不但修为境界不低 而且五纪功法也是相当之强 一个人使用奔雷剑 另外一个人使用羽落飞花剑法 都是非常的精妙 空气之中 奔雷之声时时作响 而羽落飞花剑法 形成的白色飞花更是时时闪现 白色飞花有的飘落到旁边 便在石头之上 炸出一个拳头大小的孔洞 心威力也是不俗 一斩茶时间之后 两人撞在一起 各自后退一步 然后分开 江月纯终归年纪小 力气弱 手中木剑被撞飞 他笑嘻嘻地说道 花姐姐 你比我更强一筹呢 花如炎揉了揉他小脑袋 白了他一眼 说道 行了 你这小家伙 我还不知道你的心思 他心里很清楚 江月纯实力是要比他更强的 这样做 无非是怕他丢了面子 他现在跟江月纯也没有原先的疏离和客气了 而是非常的亲切 两人在一起待了这么久 而陈锋大部分时间都不在或者忙着练功 许多时候都是花如炎在照顾江月纯 陈锋在旁边笑道 想了 你们两个都不用说了 实力差不多平分秋色 接着陈锋又夸奖了他们几句 陈锋说完了 花如炎看了他和韩月儿一眼 眼珠子咕噜噜乱转了一下 拉着江月纯 笑音音说道 月纯 咱们快回去吧 锅里炖的蛟龙肉应该也快好了 再不回去吃蛟老了 江月纯嘻嘻一笑 也是簇瞎的看了陈锋和韩月儿而已 然后便笑道 好呀 花姐姐 那咱们就回去吧 他俩摆明了 是要给陈锋和韩月儿留下独处的空间 陈锋笑着点了点头 你们两个小家伙啊 韩月儿翘脸有些发红 白了他俩一眼 花如炎和江月纯咯咯一笑 两个人转身离开了 陈锋回过头来看着韩月儿 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每每生死之间 最最牵挂的便是韩月儿 这一次回来 陈锋也是更加珍惜 而此时 在山谷旁边 一座山崖之上 长满了灌木丛 在这灌木之中 一个紫袍人影悄然站立 长发飘飘 长相非常俊朗 只是目光之中 时不时闪过一丝阴沉很辣之色 让人感觉有些不太舒服 他距离陈锋两人 大约有三四百米 而陈锋毫无所觉 此时他的一双眼睛 死死地盯在韩月儿身上 只是目光之中闪过的 却不是贪婪的欲望 而是掩不住的狂喜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收回了目光 脸上喜悦之色 无论如何都掩饰不住 这个女子 果然就是 我要找的 她的长相 竟然和小姑姑一模一样 看来没错 她就是二十年前 判出家族的那个叛逆的后代 哈哈 我找到了她 那可真是奇功一箭呀 虽说那个叛逆二十年前 反出家族 并且还从家族之中 偷走了一把宝剑 可以说是 犯下了滔天大罪 但是 家族之中 素来对血脉非常看重 严厉禁止任何家族 直系血脉流落在外 哪怕是流落在千万里之外的 也要千方百计将其找回 哪怕是带回家族之中囚禁 也不会让他们落于别人手上 用家族的话说就是 你死也只能死在这个家里 本章完 第六百零五章 危机来袭 她喃喃自语道 我只是家族之中庞系子弟 虽然从小天赋极高 是庞系子弟中的佼佼者 但是由于出身 我却接触不到宗门之中 那些高级的武技功法 所修炼的 都是家族主卖弟子 所不屑于修炼的 所以 我天赋不比谁差 但是实力 却要比他们差上不少 而我如果能把他 抓回家族之中 便是大功一剑 家族之中对血脉 实在是太看重了 到时候 我说不定能够蒙受赏赐 说不定家族之中的那些高层长辈 心里一高兴 就能赏赐我一些功法武技秘籍 想到这里 紫袍青年心中一片火热 他又死死的盯着寒月看了两眼 然后身子后退 翘无声息地离开了这里 傍晚时分 尘封盘息而坐在湖边 一座高崖之上 调养呼吸 修炼混元仪气功 他在青森山脉之中接连突破 混元仪气功 和龙象破天绝 都已经到达了第五重了 他这段时间 奇遇连连 突破的速度极快 但正是由于 他突破的速度太快 所以说根基有些不稳 尘封现在在坐的 就是夯实根基打捞基础 在他旁边 韩月儿也盘息而坐 神色安详 他的体内 一股浅浅的绿色光芒放了出来 散发着浓浓的生命气息 让人感觉 待在他旁边就是说不出的舒服 许久之后 尘封缓缓吐出一口浊气 然后睁开眼睛 看向旁边的韩月儿 同一时间 韩月儿似乎若有所觉 也向他看过来 两人目光接触 嘴角都是露出一抹难得的笑意 韩月儿有些害羞 脸有些发红 微微低下头去 尘封笑道 师姐 不用管我 你接着修炼就是 韩月儿柔顺点头 尘封就这么端向着他 看着他那绝美的侧脸 心中一阵说不出来的满足 由此佳人相伴 百年江湖 也不过一瞬而已 就在这时候 他忽然发现了一丝异样 尘封敏锐地发现 自己和外界灵气之间的联系 似乎被削弱了 刚才他从外界之中吸收灵气 图纳修养的时候 却是感觉外面的灵气 似乎突然断了一下 就好像一条线啪的一下 被剪断了一样 而且 本来他这山谷洞府之中 气氛是平和温润的 而此时 陡然之间 却变得有些肃杀起来 尘封睁开眼睛 豁然站起身来 面色凝重 喝道 什么人 韩月儿也豁然惊醒 他没有发现这一丝异常 惊讶地看着陈峰峰 问道 师弟 怎么了 陈峰缓缓摇头 说道 有点不对劲 这个时候 旁边的一片树林之中 传出来一阵掌声 接着 一个紫袍青年从中走了出来 微微笑道 陈峰 几个月不见 没想到你实力又有精进 察觉力竟然如此敏锐 这都让你给发现了 陈峰拧着眉头看向他 目光之中 有着一丝凝重 他刚才虽然是在修炼之中 但是对周围的感知 也是极为的敏锐 却是并未感觉到 这青年的存在 由此可见 此人实力绝对不容小觑 他盯着紫袍青年 看了一会儿 感觉此人有些面熟 然后忽然便是想了起来 师生惊道 是你 他想起这个人是谁来了 当初在镇魔谷的时候 最后的那一场和魔兵元帅们的大战 他的长剑被震飞 就是这个紫袍青年捡了回来 很是温和地递给了他 紫袍青年微微笑道 想起我是谁来了吗 看来 你记性还没那么差 陈峰看着他 淡淡问道 镇魔谷一别 已经有好几个月了 不知这一次来这里 有何贵干 紫袍青年微笑说道 你这可真不是多么好找呀 想当初在镇魔谷中 我在冯紫城那里得到了你的消息 知道你是前元宗之中 从镇魔谷出去之后 我就回到了家族之中 然后立刻从家族之中带人过来 马不停蹄赶往这前元宗 就算如此 也足足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 才来到这里 没办法 我们家族所在的那个地方 乃是大秦国的中心 而你们前元宗 在丹阳郡这穷乡僻 鸟不拉屎的地方 两者距离实在是太远 陈峰听了他的话 心中凛然 脸色变得更加凝重 此人在镇魔谷中 只和他有一面之缘而已 为何要从冯紫城那里 打听他的信息 此时更是不远千万里 追到前元宗来 要说他没有什么图谋 打死陈峰也不信 陈峰心中暗道 难不成他已经知道我从魔龙之坟中得到最大的好处了 不对啊 冯紫城 在我进入魔龙之坟之前 就已经被我杀死 而他肯定是在冯紫城生前得到的消息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暴露实力 他为什么会注意到我 难道是说 陈峰忽然目光一缩 立刻想到了 难道是因为那把剑吗 本章完 第606章 列家大小剑 他所能想到的 自己身上唯一一个引起这紫袍青年注意的 可能也只有那把剑了 当初那把剑被震飞之后 还是这个紫袍青年捡回来递给自己的 紫袍青年看到陈峰的神色 嘴角微微露出笑意 淡淡说道 猜到了吧 没错 就是因为那把剑 陈峰没有说话 只是目光炯炯的盯着他 而一旁的寒月 则是懵懵懂懂的问道 师弟 怎么了 你们在说什么 他又是谁 还有那把剑 是什么剑 陈峰看到寒月这绝美的容颜 忽然想到什么 心中顿时生出莫大恐惧 那把剑是寒从的配剑 而如果紫袍青年 是因为那把剑才来到这里的话 是不是说明寒月很危险 于是他立刻挡在了寒月身前 紫袍青年露出一抹不屑的笑容 冷笑说道 没有用的 而寒月而此时也是意识到了 这紫袍青年绝对是来者不善 他站在陈峰身后 脸上满满的都是焦急 紫袍青年忽然拍了拍掌 就从树林之中走出来三个人 这三个人身高都在两米左右 外面穿着一层厚重的金色铠甲 这金色铠甲足足有十多厘米厚 看上去就厚重无比 把他们三个人包裹得如同怪物一样 他们头上戴着头盔 连面目都看不清楚 只露出钢铁面罩后面那一双冰冷无情的眼睛 看起来不像是人类的眼睛 反倒像是杀戮机器 他们三个人一出来 陈峰的呼吸似乎都凝固了 他感觉自己浑身发冷 身体似乎都僵住了一半 这三个人每一个实力都强大到了极点 绝对不逊色于孙浩光 而且是全盛时期的孙浩光 而此时 这三个人速度极快地来到陈峰周围 将他包围在其中 把所有的路线都封死 陈峰都有一些绝望了 一个孙浩光 全盛时期都是他难以对付的 此时竟然有三个孙浩光那种级别的高手 他心中震惊至极 这样三个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难道都是这个紫欧呀? 哦,青年带来的吗? 那这个紫袍青年 还有他背后的势力 又是何等之恐怖 他身后的寒月 更是被这几个人 那庞大冰冷的气势 给压得喘不过气来 竟然哇的一声 直接吐出一口鲜血 身子尾钝 软倒在地 陈峰赶紧将他揽入怀中 关切问道 师姐 你没事吧 他一股刚气输入寒月体内 寒月儿神色 方才和缓了不少 看到这一幕 紫袍青年脸色 立刻变得冷了下来 他冲着陈峰喝骂道 放开他 你这卑贱之人 根本不配触碰 我们列家主卖的高贵女子 陈峰冷冷说道 你说什么列家的女子 我师姐什么时候 成了列家主卖的女子了 列家又是什么样的存在 紫袍青年摇了摇头 脸上露出丝毫不加掩饰的嘲讽之色 真是无知啊 连大名鼎鼎的列家都不知道 陈峰此时已经猜测到了 寒月儿来历绝对非同一般 应该是跟这个所谓的列家 牵扯非常的深 寒月儿也是惊讶至极 紫袍青年看着陈峰冷冷说道 也罢 反正你都要死了 既然这样 我就让你做个明白鬼 他指向寒月儿 陈笙说道 你的这位韩师姐 实际上是我们列家主卖的一位大小姐 她的父亲韩从 实际上 我们列家 在二十五年前 判出家门的一位直系血脉 我们列家 在大秦国 乃是了不得的豪门显贵之一 同时也非常注重流落在外的血脉 上一次在镇摩谷的时候 你那把长剑被我捡到 我认了出来 这把长剑 正是二十五年前 被那个叛逆中从家族之中带走的 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对你留意了 从冯子城那里得到了你的宗门传承 然后我就来到了这里 果不其然 现在我可以确定 韩月儿就是我们列家的学医 因为她和我在主卖中的一位姑姑 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陈峰听了这话 震惊之极 满脸的不敢置信 瞪大眼睛看着紫袍青年 然后又看了韩月儿一眼 她没想到自己这位师姐 竟然有如此大的来头 那位韩从师叔 竟然身价如此显赫 只是 那她为何当初还要判出家族 难道 是为了地图上的宝藏 韩月儿听到这一番话 如遭雷击 整个人都懵了 满脸的茫然 她呆呆地看着紫袍青年 说道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紫袍青年对她极为恭敬 微微弯了弯腰 脸上露出谦和的笑容 大小剑 我绝对不敢虚言 您到了猎家 自然而然就知道了 血脉是差不了的 陈峰和韩月儿 两人都感觉此情此景 如同做梦一般 忽然 韩月儿似乎想到了什么一样 有些惊恐地看着紫袍青年 说道 你 你的意思 是要把我带到猎家是吗 本章完 第607章 敢动她 我就自杀 紫袍青年 微微一笑 点头说道 那是当然 猎家从来不允许主卖的血脉 流落在外 陈峰听了这话 心里猛的一颤 酸色的要命 就像是心中最宝贵之物 要失去了一样 她看着韩月儿 轻声问道 师姐 你要走吗 你要离开我了吗 韩月儿看着陈峰 满脸深情 忽然重重地摇头 不 我绝对不会离开这里 师弟在的地方 就是我的家 紫袍青年在旁边冷眼看着这一幕 淡淡说道 大小姐 请不要让我为难 陈峰踏前一步 挡在韩月儿身前 力声喝道 想把师姐带走 就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 紫袍青年冷笑说道 你以为我不敢 杀了她 她冲着金甲武士一挥手 三名金甲武士 同时向着陈峰逼来 陈峰知道自己不是敌人 但她没有绝望 她从来就是一个 不会轻言放弃之人 陈峰立刻仰天 发出长笑之声 她这里离着内宗非常近 发出长笑之声之后 她有把握 徐老很快就会来到这里 紫袍青年脸上露出讥讽的笑容 哈哈笑道 行了 陈峰 别白费功夫了 这片山崖周围方圆百米之内 已经被我们 翘无声息之间 下了静止 你现在已经被一个阵法困住 声音根本传不出去 陈峰一颗心沉了下来 果然 她发现 白衣青年说的没错 因为 她的声音明明发了出去 但是这声音传出去之后 别说内宗了 就连她的山谷洞府楼阁之中 都没有动任何的动静 要知道 花如言 江月纯他们都在那里 离着并不远 他们应该是立刻就能听见 这个声音才对 这么说来 紫袍青年说的果然没错 三名金甲武士来到眼前 陈峰眼中几乎已经绝望 但她还是没有放弃 一声利吼 紫月刀坑然出窍 一刀斩出 紫袍青年发出一声痴笑 简直就是不自量力 陈峰一刀斩向一名金甲武士 那名金甲武士眼中红光一闪 但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一拳狠狠击出 她这一拳 就将陈峰的断魂十字斩那巨大的冰冷十字刀气 给直接击碎 然后又是一拳轰击而去 将陈峰紫月刀击飞 下一拳则是直接打在了陈峰的胸口 陈峰哇的一声 一口鲜血吐出 里面还混杂着内脏碎片 她重重地摔在地上 只这一拳 她就已经身受重伤 金甲武士的实力还在她的预料之上 金甲武士接着就踏步向前 来到陈峰身前 就要将她轰杀 而就在这时候 身后忽然传来一声清脆的吏和 助手 紫袍青年赶紧回头 然后顿时脸色大变 原来此时 韩月已经将一把长剑架在了自己的脖颈之上 她看着紫袍青年 冰冷说道 你若是赶伤我师弟 我立刻就自杀于此 如果让家族之中 知道你将我给逼死了 会怎么惩罚你 想想你的下场 紫袍青年 脸色瞬间变得非常难看 她看着韩月很勉强地笑了笑 大小间 看你这话说的 我怎么敢逼死你呢 韩月冷色说道 那就放了我师弟 此时金甲武士的拳头 已经摁在了陈峰的胸口 只要向下一压 她就直接能将陈峰的胸膛给打爆 将她的心脏给砸成一片肉泥 这一瞬间 紫袍青年有一丝犹豫 韩月目光之中 冷芒一闪 长剑向下一压 直接将自己的脖颈上 切开了很深的一道伤口 鲜血顿时喷涌而出 染红了长剑 紫袍青年看到这一幕 脸色大变 赶紧喝道 住手 金甲武士指住了动作 紫袍青年看着韩月 一脸苦笑 大小剑 你先把剑放下 有话好好说 韩月冷声说道 放了我师弟 好 好 紫袍青年接连点头 我放了你师弟 她吩咐了两句 金甲武士便松开陈峰 退到了紫袍青年身边 韩月也将长剑收了起来 紫袍青年微笑说道 大小剑 现在 你能跟我们走了 我们已经放了你师弟了 韩月侧头看着陈峰 目光之中 满满的都是留恋与不舍 她知道 今天她不跟这几个人 走是不可能的 她能威胁他们 放了自己师弟 但她很清楚 如果自己执意不肯 和他们走的话 他们肯定会杀掉师弟的 然后敲晕自己 直接带走 这个紫袍青年 其实有这个能力的 她现在之所以向自己妥协 应该是不想得罪自己 她深深吸了口气 站起身来 走到紫袍青年身前 说道 我跟你们走 紫袍青年笑了笑说道 大小姐是个民事里的 她回过头来 一脸嘲讽地看着陈峰 冷笑说道 你若是不服 可以杀上赤岩城 来列家找我啊 记住我的名字 列高照 说完便转身离去 三名金甲武士 也挟持着韩月 跟在她身后离开 韩月回过头来 脸上泪痕盈盈 一阵风来 她长发飘起 目光哀婉欲绝 她气声喊道 师弟 我在列家等你救我 我会一直等下去 泪水淋漓而下 这一幕 深深地烙印在了 陈峰的脑海之中 她满眼血泪 浑身剧痛 趴在地上 动弹动满 她死死地瞪大了眼睛 似乎要把此时韩月的样子 深深地烙在心底 陈峰双眼几乎要裂开 两行血泪从眼中流出 口中发出无声弩吼 师姐 我一定要把你就回来 本章完 第608章 列家又如何 山谷动辅 陈峰自己的修炼势中 她正盘歇而坐 面无表情 不言不语 神色枯寂 给人感觉 就像是一片即将枯萎的落叶 好像要失去全部生计一样 再也没有了往日灵气澎湃 生机勃勃 看上去死气沉沉 门外响起了脚步声 脚步声很轻 听得出来 她是刻意放低了声音 生怕打扰到陈峰 花如炎炎悄悄推门进来 手中端着一个托盘 托盘之上放着一些熬制好的灵药 清香扑鼻 让人一闻 就感觉精神一振 但是这一切 对陈峰峰并没有什么作用 她就像没有听到 也没有闻到一般 依旧维持这个样子 花如炎眼中闪过一抹心痛 走到陈峰身边 轻声说道 公子 多少吃点东西吧 陈峰缓缓摇头 眼睛都没有睁开 一句话都不说 花如炎站在那里 呆呆地看着陈峰 忽然眼中泪水速速而落 滑过脸庞 陈峰的脸颊消瘦无比 连颧骨都变得高耸起来 看起来比几天前要清减了很多 整个人更是仿佛一下子失去了精神一样 变得哭泣 充满了死气 花如炎忽然之间 跪在陈峰面前 抱着她的身子 失声痛哭 公子 公子 你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吓我 我知道 月儿姐姐被那些人带走 你心里非常难过 非常伤心 但你也不应该这样折磨自己 这十天以来 你不吃不喝 不言不语 纹丝不动 枯坐在这里 我一点点的看着你消瘦下去 一点点的看着你生机逐渐断绝 你可知道 我心中有多么的悲伤难过 公子呀 你不只有韩姐姐一个 你还有我们 而我们只有一个你啊 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情 你可想过 对我们有多大的伤害吗 公子 这个时候 你应该做的 不是自暴自弃 自怨自意 而是要提升实力 把韩姐姐救回来啊 没错 那些人的实力是非常强大 但这样公子 你就怕了吗 不 你从来就不怕的 我认识的那个陈锋 我认识的那个我家公子 从来就是天不怕地不怕 无论对手有多么强大 他都是永不服输 敢跟任何人一较高下 他的声音 宛如杜鹃体血 悲伤至极 而陈锋听到他这些话之后 脸上的肌肉微微动了一动 终于缓缓睁开了眼睛 以前他的眼神 灿若沉腥 而现在 却是一片枯寂灰暗 但他终于睁眼 看到这一幕 花如炎炎欣喜若狂 抱着陈锋 惊呼喊道 公子 公子 陈锋看着前方 目光却是毫无焦距 他只是在喃喃自语 我有你们 而你们却只有我 对啊 我是你们的支柱 是你们头顶那一片天 若是我出了神妖事 你 月纯 你们可该怎么办啊 陈锋口中喃喃说着 眼中逐渐恢复了光彩 终于 他嘴角缓缓抽动了一下 露出一抹笑意 看到这一抹笑容 花如炎高兴的眼泪都落了下来 在他眼中 这一抹笑容璀璨得 宛如蔫花一笑 他看着陈锋 脸上悠悠泪痕 但嘴角却是露出灿烂的笑容 公子你好了吗 陈锋轻轻叙了口气 陈锋说道 我明白了 他看着花如炎 目光之中闪过一抹温柔 如炎 谢谢你提醒我 让我想起了两个字 责任 你说的对 越是这个时候 我就越要振作精神提升实力 将师姐就回来 他忽然将花如炎 一把拦入怀中 将她重重地抱了一下 然后放开 一转身 大笑离去 花如炎呆呆地站在哪儿 满脸不敢置信 他呆呆地看着陈锋的背影 嘴角荡漾出一抹笑意 笑意越来越浓 再也掩饰不住 一个时辰之后 陈锋站在徐老面前 徐老眉头皱了皱 问道 你打听烈家干什么 赤炎成烈家 强大无比 是整个大秦国最最巅峰 站在最高层的存在 那样的存在 是你根本就没有资格接触到 甚至是咱们前元宗 都没有资格接触到的 强大至极 陈锋问道 那咱们前元宗跟烈家比起来 如何 徐老嘴角露出一抹古怪的笑容 两久之后 缓缓摇头说道 说句不客气的话 咱们前元宗 给烈家提携都不配 别说是前元宗 就算是紫阳剑场这样强大的门派 在烈家面前 那也是米粒之珠 而烈家 则是浩月之华 陈锋心中一阵星际 倒吸一口凉气 他早就猜到 烈家非常强大 但却没想到 烈家 会强大到如此境界 徐老看着陈锋 眉头微微皱了皱 问道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陈锋叹了口气 将寒月的事情 向徐老说了 徐老听完之后 不由得动容 说道 那个小女娃 之前她种子五魂觉醒的时候 我就看出来 她的体质有些特殊 似乎是遗传了一股 颇为强大的血脉 没想到 她竟然是烈家之人 陈锋 差一问道 当初您就看出来了吗 徐老点点头 没错 当初我就看出来了 只不过当初我想着 而孙自有儿孙福 这是你们两个自己的事情 我就没有告诉你 她有些后悔说道 这些话 我应该早就跟你说的 陈锋缓缓摇头 说道 徐老 这不怪你 而且你就算提早说了今日的事情 只怕也是不可避免 徐老看着陈锋锋 目光炯炯 眼中露出一抹深意 陈锋 你打算怎么办 顿了顿 他又说道 那可是烈家 烈家又如何 陈锋仰天长笑 豪气甘云 目光之中露出极端坚定之色 脸上满满的都是刚毅不屈 他们今日如此如我 又抢走我师姐 此仇 我他日必报 我师姐被他们抢夺而去 他日 我也必要杀伤烈家 将师姐抢回来 我一定要让烈家 畏畏今日做的事情 付出代价 好 徐老哈哈大笑 他重重地拍了拍陈锋的肩膀 说道 陈锋你有这个志气 那就很好 也不枉我如此看重于你 本章完 第609章 领取奖励 你说的没错 烈家再强大 又如何 你别忘了 你今年才不过时期 也是如此天才的人物 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陈锋又说道 我想请徐老带我去找宗主 领取此次总榜大笔投名的奖励 徐老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点头说道 好 宗门大殿之中 观南天目光之中露出一丝质疑 一丝探寻 你是要来领取总榜大笔投名的奖励是吗 陈锋点头说道 没错 宗主 我是来领取奖励的 观南天缓缓摇头 目光之中似乎有些不以为然 他看着陈锋 轻声问道 陈锋 你知道 当初你夺得宗门大笔投名的时候 我为何不将奖励交给你吗 陈锋摇头说道 弟子不知 因为你的境界还是太低 观南天解释说道 你注意 我说的是你的境界 而不是你的实力 我知道 你的实力很强 各种压箱底的绝招层出不穷 甚至能以神门境第三重楼的实力 击杀达到神门境第六重楼的丁千山 但是你的境界摆在那里 第三重楼就是第三重楼 总榜大笔的奖励之中 有一些非常特殊的存在 以你第三重楼的境界 强行修炼 对你有害无益 反而会害了你 我这么说 你明白吗 观南天问道 陈锋点点头 说道 弟子明白 宗门确实是为了弟子考虑 只不过 他说到这儿 嘴角露出一抹微笑 身上气势开始节节跋生 从第三重楼 一直突破到第五重楼 看到这一幕 徐老和观南天 脸上都是露出震惊之色 观南天震惊地看着陈锋 你 你竟然已经突破到了第五重楼了 他不可能不震惊 要知道几个月前总榜大笔的时候 陈锋不过是第三重楼而已 而现在 却是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 就接连两次突破 成为了第五重楼强者 这个速度 实在是害人听闻 徐老看向陈锋 眼中则露出一抹赞赏之色 哈哈笑道 好小子 刚才你还瞒着我 也没有告诉我 陈锋赶紧解释道 刚才确实是时间来不及 徐老哈哈一笑 无妨无妨 你这小子 能突破 我便最是开心 这些细枝末节不用管了 观南天嘴角也是露出一抹微笑 看着陈锋 说道 好 没想到 已经达到了神门境第五重楼了 既然如此 我收回刚才说的话 以你现在的境界 要学习奖励中的五级功法 已经是毫无问题 陈锋缓缓点头 突然有时说了一句 有件事 我想还是告诉宗主和徐老比较好 陈锋缓缓吐出一句话 我杀了孙浩光 什么 两人这一次脸上神色已经不是震惊了 而是惊骇之色 对视一眼 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一抹不敢置信 他们两人有心都不信这句话 但是他们对陈锋也都非常的了解 知道陈锋从来不打狂语 他说杀了孙浩光 那么一定就是杀了孙浩光 两人都没有说话 看着陈锋 等陈锋继续说下去 陈锋接着说道 孙浩光被杨不易指使 一直是追杀我 被我反杀 就是这么简单 他虽然只是短短的几句话 但是徐老和关南天都能听出来 这几句话的背后 是何等血腥残酷的战斗 又是如何九死一生的惊险 关南天看着陈锋 眼中一彩连连 对陈锋的评价 又是提高了几个级别 要知道 孙浩光在所有太上长老之中 也是排名非常高的一位 甚至可以说 能够排到内宗太上长老的前十 实力绝对不容小觑 而现在 却是被陈锋 这么一个十七岁的少年 给斩杀了 至于孙浩光的死 他们两人都没有放在心上 孙浩光敢去追杀陈锋 那就是死有余辜 许老脸上 忽然露出一抹阴冷之气 寒生说道 又是杨不易在搞鬼 陈锋此时很聪明地沉默着 没有说话 这些宗门大事 现在还不是他能插手的 许老自然会去找杨不易的麻烦 然后 关南天把一个玉盒 递到陈锋手中 说道 这就是此次总榜大笔的奖励 接着又说了几句 陈锋告辞离开 回到山谷洞府 打开玉盒 打开玉盒之后 陈锋发现 里面静静地躺着两样东西 一样 乃是一卷古书 而另外一样 这是一块厚重的石板 陈锋先把博书拿在手中 他知道这卷博书之上 所写的便是脱体同山阿 这一招五技的使用方法 陈锋将这卷博书缓缓打开 深深吸了口气 嘴角露出一抹笑容 哪怕实力强大如他 得到脱体同山阿的五技 心中也是忍不住新潮澎湃 激动非常 脱体同山阿这一五技 很难界定为某个等级 因为随着实力的加深 威力也会越来越强 到最后更是强到不可估量的程度 本章完 第610章 修炼脱体同山阿 现在初期的脱体同山阿 被定为玄疾五技残篇 这也是陈锋接触的第一式玄疾五技残篇 陈锋打开博书 将脱体同山阿大略翻了一下 心中大体有了个了解 然后便将博书放下 拿起那块厚重的石板 这块石板看起来平平无奇 大约一尺方圆 表面撞刻的几个非常深奥难以理解的图案 陈锋左看又看了半天 也没了解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块石板 看上去非常的平平无奇 他耳边想起关南天刚才说的话来 这卷博书之中乃是脱体同山阿 这招五技极为强大 只有每年的内宗总榜大比榜首才可以获得传授 丁千山获得传授之后 实力变得极为强大 内宗弟子之中再无一人是他对手 但脱体同山阿就算强大 也终归是能被人领悟的 是有形有制 而这块石板却是非常的神秘 石板上的秘密在几百年前还有人知道 但是近几百年来 历代总榜大比榜首 却是无一人能够参透其中的秘密 哪怕内宗诸位太上长老 齐心协力也是未曾将其参透 这块石板几百年来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 交给历届总榜大比榜首 其中的秘密 始终未曾有人参透 陈锋现在还记得关南天的笑容 以及说这话时候的神情 显然他也不认为自己能够参透 陈锋拿着石板仔细看了半天 还是没看出个所以然了 他苦笑一声不再纠结 陈锋盘歇而坐 把目光凝聚在脱体同山阿之上 缓缓扫过 其中傲义逐渐在他心中凝聚 慢慢领悟 脱体同山阿是将心中观想的法相 凝聚出来在外界凝聚成一个虚影 这虚影可不是徒有其表 脱体同山阿这个法门 可以将所观想的法相 那种神奇的能力投射在虚影之上 使其具有法相一定的能力 本质上来说 这种五技功法 本身威力并不是多大 因为它只是一个媒介 将法相转变成真正战斗力的一个媒介 虚影能力的强弱 更多是取决于法相的强弱 陈锋盘歇而坐 闭目沉思 很快便是进入入定状态 陈锋按照脱体同山阿的心法 开始修炼 一开始的时候 身体毫无反应 神识也是毫无反应 但他丝毫不气馁 继续修行 过了足足三四个时辰 陈锋忽然感到一种心计 那是一种极为奥妙 难以言说的情绪 然后下一瞬间 他便感觉自己 来到了一个神秘的空间之中 这个空间 既不是丹田也不是石海 而是一片寂静之极 黑暗聚集 渺无边际的空间 陈锋刚刚一来到这里 便是感觉一股彻骨的阴寒 但是陈锋知道 这一切都只是自己的错觉 因为他的身体 并没有来到这里 这是灵魂之上的冰冷 灵魂之所以冰冷如此 是因为受到了莫大的压制 陈锋一抬眼 就知道了自己灵魂受到压制的原因 他看到 就在这片冰冷至极 黑暗至极的空间之中 在他的面前十几米的高处 悬浮着一尊法相 法相高约一丈 正是他之前在 刚刚进入内宗的时候 领悟的那大阿修罗法相 这大阿修罗法相 高度为一丈 和陈锋当初刚刚领悟的时候 大小一模一样 显然这段时间之内 陈锋的大阿修罗法相 毫无寸进 不过陈锋倒是并没有太放在心上 大阿修罗法相 没有继续观想 没有相应的功法继续调理 本来就会停滞不前 不会自然的变大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而以他现在的境界 还远远无法接触到 与法相相关的五计功法 这属于一个更高的境界 要远远超过神门境 但是此时 陈锋的大阿修罗法相 并没有像当初一般光芒万丈 而是死气沉沉 看上去就如同一具食物一样 毫无生命力 陈锋深深地吸了口气 他知道 按照脱体同山阿上面的描述 自己现在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将大阿修罗法相 引射到外面去 这是第一步 也是最困难的一步 陈锋在这里盘膝而坐 他所坐的位置 就在大阿修罗法相的正下方 陈锋将自己的意识精神散发出去 开始感悟上面的大阿修罗法相 他的意识精神 就如同无数的发丝一般 向着大阿修罗法探去 一分一秒过去了 陈锋毫无所获 但他并不气馁 而是平心静气 继续努力 列家是强大无比的敌人 陈锋根本就不奢望 能够在短时间内给他们造成什么威胁 更别说是杀上列家报仇血恨 他现在做好每一点 打下坚实的基础 日后终有一日 要让列家付出代价 他并不着急 只求做到最好 做到极致 不知道过了多久 陈锋忽然浑身一阵 一股异样的感觉传来 本章完 第611章 再突破 他那如同头发一般探出去的意识 终于是接触到了什么 然后一股极端冰冷的感觉传了出来 这股冰冷之中 还夹杂着无比的杀戮 血腥 这一瞬间 差点将陈锋的灵魂 冲得魂飞魄散 万劫不复 陈锋心中大害 赶紧主动将这股意识流断开 然后他豁然睁开眼睛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眼中露出惊骇之色 这时候 陈锋才发现自己后背前心 都已经出了一层冷汗 他看不到自己的脸色 但可想而知 肯定也是一片煞白 陈锋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他将他的意识 分裂成无数的意识流向着大阿修罗法乡探去 刚才应该是其中一股意识流 成功地接触到了大阿修罗法乡 也因此而 接受了阿修罗法乡传来的一股意识 那股意识 强大无比 残酷无比 阴冷无比 黑暗无比 是陈锋根本都无法承受的 陈锋现在想想 还是心有余悸 过了好一会儿 陈锋方才缓过神来 嘴角露出一抹苦笑 想要将大阿修罗法乡 映射到体外去 第一步 要充分地了解大阿修罗法乡 完全接纳大阿修罗法乡的意识 陈锋思索片刻 然后将自己的那些意识流 分成比刚才更细小十倍的 一丝一丝 一缕一缕 向着大阿修罗法乡探去 终于 在三个时辰之后 他又一次触碰到了大阿修罗法乡 那股熟悉的感觉 再次袭来 不过好在 这一次陈锋意识流的粗度 只有上一次的十分之一而已 涌过来的大阿修罗法乡的意识强度 也只有上一次的十分之一 所以 他受到的冲击 远远不如上一次强 但就算如此 也是口吐鲜血 陈锋无奈之下 只好又将这意识流 再次减弱了一半 这一次 他终于能够承受住了 而这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清晨 从这一天开始 陈锋便细心修炼大阿修罗法乡 阳光炙热 已是圣下 陈锋站在山崖之上 目光沉宁 夹杂着浓烈水汽的风 从湖面上席卷过来 吹动他的衣袍 烈烈作响 他忽然动了 脚下一措 不叮不扒 左拳打出一个又小又短的弧线 向内回收 右拳则是划了一个圆圈 呼的一声响外打出 六龙回旋 这一招 六龙回旋打出之后 顿时在陈锋身前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转气旋 产生了极强的吸力 他这个气旋的大小 已经达到了直径五米 里面有四道龙形气旋 产生的气旋 更是足足有四层之多 相当于形成了四个巨大的磨盘 现在六龙回旋产生的吸力 比陈锋刚刚修炼的时候 产生的吸力 要大了 足足有一倍 巨大的吸力传来 旁边悬崖之上那些花束岩石 尽数被吸收进来 陈锋却还不满足 掌力继续往外催动 里面四个磨盘式的气旋 旋转的速度更加加快 呼啸之间 带着猛烈的风声 产生了更强的吸力 于是 旁边悬崖之上 喷的一声巨响 乱石其飞 都被吸到了这气旋之中 整整一座悬崖 竟然被陈锋六龙回旋 这巨大的吸力 给直接催垮 而距离山崖 足足有三四十米高的湖水 也如同一道长龙一般 被直接吸了过来 一道海腕粗细 银链一般的长龙 跨空而至 进入六龙回旋的气旋之中 终于 陈锋身前的巨大气旋 不再旋转 陈锋双拳 向外狠狠推出 只听到轰的一声巨响 气旋在空中发生了巨大爆炸 又是一座矮小山崖 被直接摧毁 被卷入气旋之中的所有东西 尽数被碾成粉碎 气旋也同时消失在空中 然后陈锋 收招力 面无表情 忽然 他又一次有了动作 手中紫月刀坑然出鞘 陈锋凌空跃起 紫月刀 横斩一刀 竖斩一刀 在空中凝结成一个巨大的石子 然后重重地轰击在面前 不远处的山崖之上 石子斩轰击在其上之后 山崖纹丝不动 看似这一刀毫无威力 然而 瞬息之后 山崖内部便是发出一阵阵闷沉的爆炸之声 接着 整座山崖便是轰然倒塌 陈锋落下地来 收到力 面不改色 没有任何疲惫之意 陈锋嘴角微微露出笑容 我的大翔龙神拳第二招六龙回旋 已经练到了小城境界 威力比出窥门境境界要增强了一倍 气旋中龙形气流的数量 从两条增加到了四条 而且气流的龙形更加高级 我的断魂十字斩 则是已经领悟到了极致 比之前威力提升了足足有三分之一 而且 我现在修炼断魂十字斩的时候 能够感觉到 心中刀毅正在蠢蠢欲动 似乎随时都能踏入第三招的境界 而这一切的进展 则是取决于我功法的进展 我的会员一气功 已经修炼到了第五重楼巅峰 所有的翘穴都已经打开 并且已经在第五重楼巅峰 停留了差不多二十天的时间 本章完 第612章 进入紫阳剑场的机会 把一切都打磨得圆圆润润 现在只剩最后一步 便是得到打开第五重楼 到第六重楼的那一枚丹药 踏入第六重楼境界 而我的龙像破天绝 则是已经打开了 第五重楼的第26个翘穴 这段时间 吸收妖兽精血的数量 也是非常庞大 但是 尘封嘴角露出一抹苦笑 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 现在我这里的中品零食 已经消耗的几乎所剩无几 是时候去补充一下 不过 我还不能轻举妄动 宗主和徐老 前两日离开了宗门 不知道去了哪里 杨不易那里 虽然有另外一位神秘的宗门太上长老盯着 但是也不保险 我如果在这时贸然离开宗门的话 很有可能会再一次出现上次的情况 若这次是杨不易亲自出手 我无论如何都难逃一解 走之前 徐老丁主 让我等他们回来再行离开 好 那我就再等一段时间 想到这里 陈锋从山崖之上凌空跃起 向山谷洞府行去 他准备先看一下 花如檐和江月纯这段时间的静静 就在同时 前元宗内宗大殿之中 大殿之上坐北朝南 最尊贵最正宗的位置 这里向来是只有宗主 才有资格坐在上面 但此时 这上面却是做了一个银袍男子 这名银袍男子 大约四十来岁 年纪已经不轻 但是却心美朗目 长相极为俊美 显然年轻的时候 也是一个美男子 他一身银色长袍 波光凌凌 上面 还绣有无数星点 让人乍一看 便觉得一阵晕眩 有一种银河 都被他披在身上的感觉 他嘴角微微含着笑容 神色并不傲慢 但是却透着一股 说不出来的上位者姿态 他的实力 强大无比 身上气息 波涛汹涌 如同凝成十字一般 在这大殿之中 肆意纵横 压得下面那些内宗长老 太上长老 甚至都有些喘不过气来 这些人中 就包括杨不义 没错 此时内宗之中 除了有恃不在的宗主 以及徐老之外 其他所有内宗长老 太上长老 全部都在 而为首之人 自然是全权主持内宗的杨不义 杨不义轻声咳嗽了一声 很是威严地看了众人一眼 下面窃窃私语之声 顿时消失了 他满意地点点头 然后走到银袍中年身前 宫经问道 肖大人 不知道您这次从紫阳建厂 来到我前元宗这种偏僻门派 所谓何事 众人一听 不少不知道此人来历的内宗长老 都是心中骇人 原来此人 竟是紫阳建厂过来的 这个来头 可当真是不小 他们本来都只知道这个银袍中年 今天忽然来到前元宗 然后杨不义就命人召集他们 来到内宗大殿 说是有要事相伤 此时才知 原来此人来历如此之大 银袍中年肖大人 微微一笑 看着众人 沉声说道 前段时间 我得到人回禀 你们前元宗内宗 举行总榜大比 其中涌现出来几个很是不错的小家伙 极有潜力 这一次我来 就是要把他们 带到紫阳建厂中的 说句难听的 这等人才在里面前元宗也是埋没了 还是来我们紫阳建厂比较好 不少年纪非常大 非常资深的内宗长老 听到这句话之后 心中都是苦叹一声 果然如此呀 实际上 他们在这银袍中年开口之前 已经猜到一点他的来意 紫阳建厂 身为丹阳郡最为强大的门派 镇压其他所有门派 名义上说是九大门派 实际上 除了紫阳建厂之外的八大门派加起来 也不够给紫阳建厂提携的 其他八家都是一级门派 而紫阳建厂 则是二级门派 差距极为巨大 甚至不是数量所能够弥补的 紫阳建厂 更是有一项釜底抽薪的绝招 他们常年监视其他几大门派 甚至在这几大门派之中 都埋伏的有案子 消息非常灵通 一旦这几大门派之中 有哪个出现一些极有潜力的天才人物 他们就会将其带到紫阳建厂 收入紫阳建厂门下 如此一来 既削弱了这八大门派的实力 削弱了他们未来的潜力 也强大了紫阳建厂 正是一举双得 紫阳建厂这些年间 天才人物层出不穷 能够一直威压其他八大门派 跟这一手段不无关系 而当银袍中年肖大人说完这句话之后 所有内宗长老 太上长老 心中几乎是同一时间冒出来同一个名字 陈锋 所有人都知道 这名银袍中年口中有潜力的天才 肯定是陈锋 不可能有别人 一想到陈锋这两个字 杨不易脸色立刻变得阴沉下来 他绝对不想陈锋进入紫阳建厂 陈锋如果进入紫阳建厂的话 能够接触到那么多高等级的功法武技 实力更会提升 对他来说 不斥于是一种灾难 他根本不愿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 他忽然心中一动 一股火热涌上心头 此时徐老和关南天不在 这前缘宗之中 就是我说了算 这岂不正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如果能趁此机会 将景天推到紫阳建厂里面 那我还怕陈锋什么 景天进了紫阳建厂 用不了半年一年 绝对就能超越陈锋 他脸上立刻露出笑容 说道 肖大人说的没错 前段时间 我们前缘宗确实举行了宗门大比 也涌现出来几个不错的小家伙 我这就把他们给您叫来 然后他立刻向自己的心腹 使了个眼色 那些心腹们 都是心领神会 然后都是小声的跟其他那种长老 太上长老说着什么 很快 这些大殿之中的人 便是达成了协议 他们都是匆匆离开 去把自己的家族子弟 或者是得意弟子 叫到这大殿中来 但是没有一个人通知陈锋 甚至联合陈锋关系 颇为亲密的唐满经等人 也都没有得到通知 很快 一些弟子便是陆续被带到内宗大殿之中 大约几十人 这些弟子 基本上都是各个内务长老 太上长老的清卷 而并非是内宗总榜大笔之上 那些最为杰出的弟子 本章完 第六百一十三章 强行提升 看了这些弟子之后 银袍中年萧大人 脸上露出明显的不满之色 他的目光在这些弟子身上扫了一遍 而后缓缓摇了摇头 淡淡说道 这都是什么歪瓜裂枣 把他们带到我眼前 让我看一眼 我都觉得是丢人 赶紧带下去 是 是 一个内宗太上长老 忙不迭地应了两声 然后将这些弟子们带了下去 这些弟子 也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 也都不敢说什么 直接就退了下去 一个杨不易的心腹凑上来 很是谄媚地 向着银袍中年萧大人笑道 萧大人 您别着急 此次内宗总榜大笔 我们宗门之中最为杰出的一名弟子 也是杨太上的侄孙 还没有被带过来 待会他就过来了 您看了之后 绝对不会失望的 萧大人脸色稍微和缓了一些 微微点头 这名心腹 脸上露出一丝阴谋得逞的笑容 这是他和杨不易商量好的 先把一些歪瓜裂枣带来 萧大人肯定不满 而杨景天比这些人强得多 再把杨景天带来 形成反差 萧大人就会满意了 而也正是在此时 在内宗之中 杨不易居住的那座宏伟殿堂之中 杨景天豁然站起身来 满脸惊喜地看着杨不易 叔祖 你说的是真的吗 我真的有机会 进入紫阳剑场吗 你不是在骗我 当然是真的 杨不易看着他 微微笑道 他胡须轻轻颤抖 神色非常激动 他看着杨景天 嘱咐说道 景天 今天你一定要争气 今天这个进入紫阳剑场的机会 对你 对咱们杨氏家族来说 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你一定要把握住 只要是能够进入到紫阳剑场 你就比之前跨越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不但如此 而且 如果以后你在紫阳剑场之中 能够有所成就的话 还能够提携咱们杨家的晚辈 让他们也进入紫阳剑场 到时 后咱们杨家 就不再是一个依附于前缘宗的家族 而会成长为依附于紫阳剑场的家族 实力可以与前缘宗比肩 杨景天重重的点头 脸色朝红 非常激动 但他神色间 也有些担忧 有些没有底气的问道 可是书祖 你说我行吗 我能够被那位大人看上 进入紫阳剑场吗 他本来信心十足 甚至可以说非常狂妄 但是自从认识陈锋之后 他没有一样可以 彼得上陈锋 被陈锋连番打压 现在已经是信心全无 甚至都开始怀疑自己了 一听杨景天说泄气的话 杨不易脸色立刻冷了下来 韩生说道 景天 任何人都可以怀疑你 但是你 绝对不能怀疑自己 你要对自己充满信心 并且 这一次我也不是毫无准备 说到这里 他嘴角露出一抹奸哗的笑容 这一次我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 一定可以让你进入紫阳剑场 你疏足我 从数年之前就修炼了一种古怪的法门 这种法门 据说出于出自于上古魔宫 天魔解体大法 据说 天魔解体大法强横无比 神意非常 是一种非常高等级的功法 只有超越了天和境的强者 才能修炼 修炼这种功法 在死前 能够以燃烧全部钢器 精血为代价 实力暴涨 拉着敌人一起死 我修炼的这门功 没有天魔解体大法 那么强悍诡异 但是也避免了许多副作用 继承了天魔解体大法之中 散功的那一部分 我之所以修炼这门功法 是因为我在几年前 突破神门镜第八重楼之后 实力再无存尽 当时我知道 自己这一生也就这样了 所以 就想着修炼这门功法 然后到我临死之时 将全部钢器灌注入你的体内 让你成就为不实高手 杨锦天脸上露出感动之色 书祖 你对我实在是 杨不易缓缓摇头 脸色变得凝重起来 说道 我不是为了你 而是我们 为了我们杨氏宗族 你是杨氏这一代最为杰出的弟子 我必须要选你 他滴滴一笑 接着说道 现在我当然远远没到游进灯窟的时候 不过 我现在为了能够 让你进紫阳剑场 也顾不得了 我可以 以损失掉三分之一的修为 并且降低一个大境界为代价 将一部分钢器灌注入你的体内 你只要接受了我的这些钢器 实力会极大提升 进入紫阳剑场不在话下 杨锦天还想说什么 杨不易已经非常严厉的呵斥道 时间紧急 肖大人还在等着 就别说那么多了 杨锦天也知道时间紧迫 赶紧盘膝而坐 将所有的杂念驱逐出去 然后开始缓缓运转钢器 他钢器开始运转的时候 还稍微有些质色 钢器的数量也不是非常庞大 质量也只是一般 本章完 第614报 所谓天才 而就在他运转钢器的时候 忽然他感觉自己后心一暖 接着一股金唇至极 庞大至极 唇厚至极的钢器 便是涌入了自己的体内 涌进经脉之中 这一股涌入的钢器 比他体内自身的钢器 庞大何止十倍 金唇何止十倍 杨锦天脸上瞬间露出喜色 因为他能感觉得到 那股钢器进入他的经脉之中 之后便开始与他的钢器渐渐融合 这个时候 耳边传来杨不易苍老的声音 摒弃凝神 运转着一股钢器 冲击你的翘穴和经脉 杨锦天缓缓点头 立即开始照做 这股庞大至极的钢器 开始在他的指挥之下 向着翘穴轰击而去 有了这股钢器的相助 那些在此之前 杨不易一直久久难以冲开的翘穴 却是直接被轻而易举 视如破竹一般的 直接就给打开了 然后在里面凝聚了气旋 接连突破了五个翘穴 达到第三重楼巅峰 此时 杨锦天感觉这股钢器 已经消耗殆尽 而就在这时 忽然又是一股醇厚至极 庞大至极的钢器 灌输进他的体内 杨锦天心领神会 右手一翻 一个玉盒便是出现在他的手中 打开玉盒之后 露出了里面的丹药 正是生经丹 从第三重楼突破到第四重楼所需要的 这些丹药 时刻都放在他的戒子袋中 为随时突破做准备 只不过一直没有派上用场而已 他立刻将生经丹吞入口中 然后便寻找到了天口神窍 同时引导着那股庞大的钢器 冲击而去 小伴们时辰之后 随着轰然一声巨响 他的天口神窍 直接被冲击开来 进入第四重楼 这个时候 他刚刚突破入第四重楼 根基未稳 最应该做的是稳固境界 但是 杨不易心中想到 以他刚刚进入第四重楼的境界 有可能还是不会被肖大人看上 所以 继续催动钢器 庞大至极的醇厚钢器 源源不断地涌入杨景天体内 不断突破 不断突破 一个又一个 翘穴被冲开 终于 在杨景天突破到了第四重楼第九个翘穴 达到第四重楼巅峰的时候 杨不易方才停了下来 他缓缓收回双手 忽然哇的一声 一口鲜血喷在了杨景天的后背之上 杨景天赶紧转过身来 大惊失色 看着杨不易 口中惊呼道 叔祖 你怎么样了 此时 杨不易的情况看起来非常不妙 他本来半黑半白的头发 已经全部都变成了一片雪白之色 胡子也是变得雪白 脸上本来光洁如玉 而此时却是长满了皱纹 一双眼睛也是暗淡无光 看起来 这短短的时间 他就像是老了十岁一样 而最让杨景天担心的则是 杨不易现在体内散发出来的气势 要比刚才衰弱了很多 显然 杨不易的实力大有降低 看到杨景天脸上担忧的表情 杨不易淡淡说道 无妨 只不过是实力退步了一个大境界而已 但就算是如此 我的实力 也绝对不亚于一般的那宗太上长老 而且好好调理的话 五年之内这个境界未必不能恢复 你放心就是 听他这么一说 杨景天这才略略放了一点心 杨不易看着他 嘴角露出一抹微笑 不错 神门镜第四层楼巅峰 你现在的实力 应该是比陈锋还要强一些了 单就境界而言 陈锋已经追不上你 这样的实力 已经足可以入肖大人的法眼 不过现在 你还需要一些别的 单单是这个境界还不够 你需要一招非常惊艳 足以让那位肖大人看重 甚至感到震撼的五技 杨景天明思苦想道 但是我这里的五技 似乎没有能够拿得出手的 杨不易微笑道 我现在却可以教你 杨景天惊诧道 如果现在现教现学的话 还来得及吗 当然来不及 杨不易说道 但是我也不是让你现在就将它学会 只要待会在肖大人面前演练的时候 能够模拟出一个样子来 就可以了 他接着说道 我要交给你的这一招五技 乃是一招玄极五技的残卷 玄极五技 强大之极 哪怕是像我这个境界的人 也很难能够接触到 这残片 还是十年之前 我深入青森山脉深处 在一处无人石窟之中发现的 虽然只是一招残片 但毕竟也是玄极五技 残片也相当于是黄极九品 还要更高 我现在演练一遍 你仔细观看 哪怕不得神髓 一定也要得七星 这样 才能够被肖大人看中 说着 杨不易站起身来 缓缓动作 演练三遍之后 问杨景天 看清楚了吗 杨景天本来天资就挺高 刚才更是集中所有注意力 极为专注 他看了三遍之后 闭上眼睛 片刻之后 猛地睁开眼睛 金光爆射 沉声说道 叔祖 我记住了 至少在今天之内 我可以将其大致的外星演练出来 有可能明天我就会忘记 甚至还会因为强行席练如此高等级五级 耗尽心力 大兵一场 但至少今天我是能够记住的 杨不易缓缓点头 神色间露出一丝满意 接着便是带着杨景天 飞快赶往内宗大殿 内宗大殿之中 肖大人已经等得颇为不耐烦 脸色越来越沉 变得很难看 杨不易的那名心腹 一直在旁边安抚 很是谄媚的说着一些话 肖大人渐渐失去了耐心 一拍桌子 沉声喝道 杨不易在乱搞什么 可知我的时间是何等宝贵 我在等半个时辰 若是半个时辰之内 再不来的话 我就直接离开前原宗 话音刚落 大殿之外传来杨不易爽朗的声音 肖大人 抱歉 实在是抱歉 来迟一步 让您久等了 肖大人不耐烦地说道 那个天才弟子带来了吗 赶紧让他过来见我 杨不易赶紧将身后的杨景天带了过来 说道 这位就是我们前原宗之中的天才 也是在下的侄孙 杨景天 本章完 第615章 很一般 杨景天很是恭敬地说道 晚辈见过肖大人 肖大人目光在他身上审视了一遍 神色平静 淡淡说道 18岁的年龄 神门禁第四重楼巅峰实力 只不过 实力虚浮 登基不稳 还算看得过眼吧 大殿之中 顿时响起一片窃窃私语之声 众多长老纷纷议论 杨景天 18岁的年龄 神门禁第四重楼 已经可算是一个小天才 但在这肖大人眼中 却只是将将看得过眼 由此可见 肖大人眼光多高 也可见 紫阳见场 天才是何等众多 一听肖大人这么说 杨不易顿时心中一慌 生怕肖大人看不上杨景天 他赶紧冲着杨景天使了个眼色 说道 景天 你不是还领悟了一招强大的玄机武学的奥义吗 快使出来 给肖大人看看 是 杨景天点了点头 他站在原地 面色变得沉稳下来 整个人的气势开始发生变化 变得非常清零 众人感觉 似乎有蓝色的光点 从他体内溢散出来 空气之中多了几分湿润 众人甚至隐约能够听到 有惊涛拍案之声响起 不少人都是惊诧 以为这是自己产生了幻觉 杨景天口中 轻轻吐出三个字 水龙吟 说着 他双掌拍出 一道蓝色龙形气旋 凭空产生 随着这双掌向前涌动 宛如蓝色波涛一般 空中响起金涛拍案之声 让人听了 心脏砰砰乱跳 速度非常快 似乎要随着这声音 跳出胸膛一般 蓝色波涛汹涌而至 威势十分强大 肖大人手轻轻一挥 这蓝色波涛便是消散 他淡淡说道 我已看出威力来了 这一招就不用继续用下去了 随着这道蓝色波涛消失 内宗之中不少长老 脸色才从潮红变为正常 他们刚才心脏都是随着砰砰乱跳 神智也有些昏沉 此时回过神来 心中都是有些震惊 这一招水龙因威力果真强大 不但威力强 而且有着影响人的神智和心脏的作用 若是实力稍差之人 只怕刚才心脏就要被那波涛拍案之声带动的急速跳动 直到达到极限 轰然炸开 肖大人微微摇头 比较一般 这四个字 从他口中缓缓吐出来 杨景天脸色顿时是一垮 心中充满了沮丧之情 怎么 你不服气 肖大人冷笑一声 淡淡说道 我刚才说你这个一般 已经是很给你面子了 你当我看不出来吗 这招的奥义 你根本就没有领悟 只不过是将其强行记住了 刚才你施展出来的那一下 有形无神 只是模仿而已 要说领悟这招玄疾武器的残片 你还差得远呢 杨景天听了 脸色如土 肖大人脸上都是掩不住的失望之色 你们钱元宗 就没有别的天才了吗 杨不宜脸色一变 苦笑说道 不瞒肖大人您说 杨景天就是我们钱元宗现在最出色的弟子了 再也没有比他更强的 此次总榜大比 其他同年龄的弟子 都是他的手下败将 肖大人轻轻叹了口气 神色之间更是有些诧异 他拧着眉头说道 不应该啊 这一次根据传回来的情报 钱元宗之中最少出了一个天才才对 传回情报之人应该不会如此少见多怪 杨景天的实力 不会被他当成是天才 难道是信息有误 他轻轻叹了口气 站起身来说道 罢了 罢了 来你们钱元宗总不能白来一趟 既然没有其他人 我就把杨景天带回去吧 听了这话 杨不易心中一阵狂喜 跟在肖大人后面 满脸谄媚 连声说道 肖大人 您放心 景天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 他的天资非常的高 你进了紫阳剑场之后 绝对会大放一彩 这可是我们钱元宗年轻一代中最出色的人 哦 是吗 我怎么不知道 杨景天竟然是咱们钱元宗年轻一代之中最杰出的人物呢 这时候 忽然从大殿门口传来一个冰冷的声音 听到这个声音 杨不易顿时浑身一颤 笑容僵硬在脸上 神色变得十分难看 然后一个紫袍中年人大步从殿门之外走了过来 来到众人面前 他的目光死死的盯在杨不易脸上 杨不易不敢与他对视 赶紧低下头去 然后紫袍中年人 目光在大殿之上 所有内宗长老 太上长老脸上扫过 这些人一个个也都是低下头 目光之中露出金句之色 紫袍中年人 正是宗主观南天 他在此时忽然出现 看到观南天的出现 这些人才是想到了 刚才自己那么做的后果 肖大人也发现了一丝不对劲 他看着观南天沉声问道 你是何人 观南天沉声说道 肖大人是吧 紫袍建厂来的贵客 着实是抱歉了 本章完 第616章 这才是真正的天才 在下乃是乾元宗宗主观南天 因为有件事情 离开宗门 结果没想到才离开短短十日 就出了这等事情 他顿了顿 接着说道 虽说家丑不可外扬 但是肖大人把过程看在眼中 我也就不需要隐瞒了 他盯着羊不易 力声喝道 姓羊的 瞧瞧你干的这好事 肖大人来咱们乾元宗 是要挑选咱们乾元宗之中 最为天才的弟子 进入紫阳剑场之中 他们能够接触到更高层次的5G功法 开阔眼界 实力飞速增加 这是对咱们乾元宗大大的一件好事 也是对那些天才弟子们极好的一个机会 而你呢 你为了一己私欲 根本就不通知那些天才弟子 竟然说 杨景天就是乾元宗年轻一辈最天才的弟子 你的脑子让狗吃了吗 竟然能说出这么无耻之极的话来 杨景天连总榜大笔前二十都没有进去 你却敢吹嘘他为最天才的弟子 我从未见过你这等厚颜无耻之徒 杨景天脸色难看至极 但是却无言反驳 还有你们 关南天冷冷地看着那些长老们 一个一个地点过去 神色冷丽 徐老说的没错 我这段日子 疏于对宗门的管理 你们现在都已经不把我放在眼里了 看来 还真是要一个一个收拾过去 才能让你们知道 这乾元宗到底谁是宗主 然后 关南天向萧大人说道 萧大人 现在我就将宗门之中那些天才弟子叫过来 给你看看如何 当关南天派出来的长老 到达陈丰的山谷洞府的时候 陈丰正和沈彦斌在那里说话 沈彦斌是昨天刚刚回来的 这一次 他深入青森山脉的时间 要比上一次短了不少 陈丰第一次给他的疗伤药物 他第一次从青森山脉之中回来的时候 已经剩下不多了 所以 这次只在里面坚持了两个月左右 就已经耗尽 不得不回来 只不过 虽然这一次在里面待的时间不长 沈彦斌实力却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已经是达到了神门境第五重楼初期 而且 他的实力远非境界所能体现的 此时的他如果再去参加总榜大比的话 绝对有能力杀入前世 陈丰看着面前的长老 眉头皱了起来 缓声说道 紫阳剑场的人过来了 要挑选咱们前缘中最杰出的弟子 进入紫阳剑场 那名内宗长老点点头 说道 没错 陈丰见他目光有些躲闪 立刻追问道 敢问这位长老 其中可是有什么内情吗 这位内宗长老叹了口气 没办法 将事情大致说了一遍 陈丰听了 眼中一抹杀鸡凌厉闪过 冷笑道 好 杨不易 真是厉害 走吧 燕冰咱们一起去吧 沈燕冰摇摇头说道 我没有进入总榜前二十 没有资格去 一起去看看 总也是好的 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能够进入紫阳剑场 咱们的命运都会改变 你此次回来之后 实力又大有增进 说不定会被看上呢 沈燕冰听了 也是心动 便点点头 两人一起想的内宗大殿飞掠而去 陈丰和沈燕冰走进大殿的时候 内宗大殿之中 已经站立了十几个人了 这些弟子 脸上满满的都是激动期待的表情 显然他们都已经知道 萧大人来这里 是为紫阳剑场 选取天才弟子 带入到紫阳剑场之中修炼 所以他们一个一个 都是极力地表现自己 想要让萧大人挑中自己 陈丰两人进来的时候 白山水刚收工而立 他气度沉稳 如同山月一般厚重 两条腿扎在地上 就像是合着地面融为一体 虽然后重 却丝毫不显的质色 而甚至还有一种淡淡的清零之气 显然 他对力度控制得极好 看到他这般表现 萧大人也是颇为满意 缓缓点头 淡淡说道 你这表现 倒也还算是不错了 比一般要好一点 本来你有资格进入紫阳剑场 但是可惜 你年纪太大了一些 已经超过了二十岁 看到这一幕 杨景天脸上露出幸灾乐祸之色 他自己无法进入 也根本不愿意别人能够进入紫阳剑场 白山水神色有些黯然 但接着就变得洒脱起来 微笑说道 还是多谢萧大人 他神色如常 显然这件事已经被他抛在脑后 不会再影响到他了 看到这一幕 萧大人脸上也是露出一丝惊诧 微微点头说道 我没想到 你竟然有这样的星星 星星平和冲淡 非常强大 不被外物所影响 很好 忽然 他目光凝滞了 呆呆地看着大殿入口之处 他看到了陈峰和沈彦兵 他目光之中 立刻爆发出一丝神采 神色间竟隐隐有些激动 他竟然直接大步走上去 看着陈峰 高声道 这才是真正的天才 听到这句话 所有人都惊呆了 本章完 第617章 就是你 今天这位萧大人来了之后 脸上神色 要么鼻衣不屑 要么理所当然 就算是表现再好他也是 一脸淡淡的样子 而此时 却是脸上露出激动之色 那么 能让他露出激动之色的人 是何等样的修为和天赋 所有人都向大殿门口看去 然后脸上都露出果不其然的神色 因为他们都看到了陈峰和沈燕冰 杨景天脸上露出浓浓的怨毒和不甘 白山水则是爽朗的向陈峰两人笑道 大师兄 沈师妹 你们两个来了 陈峰微微一笑 点头说道 来的稍晚了一些 请见谅 没办法 有些人私心太重 根本不给我消息啊 要不然我早就来了 杨不易听了 脸色难看 但却不敢反驳 肖大人已经猜到了什么 向关南天问道 关宗主 这是不是就是你们前元宗天赋最卓绝之人 关南天很自豪地说道 没错 这名少年叫做陈峰峰 是此次我前元宗内宗总榜大比的榜首 击杀了一名神门镜第六重楼的高手 那名女子 叫做沈燕冰 实力也不可小觑 肖大人缓缓点头 说道 沈燕冰 你先展示一下吧 沈燕冰硬了一声 把拖在背后的巨剑高高举起 口中轻声喝道 地狱沿罗斩 然后巨剑 种种斩了下去 顿时 整个大殿之中 弥漫着一股惨烈至极 充满了杀伐气息的剑气 剑气铺天盖地涌来 让不少修为偏低之人 甚至都是被吓得脸色苍白 浑身站立 剑气之中 无尽杀鸡 那种感觉似乎是 沈燕冰独自面对整个天下 四周全部都是强敌 他要杀尽一切 要图尽所有 将目光所见之处 全部杀光一般 陈锋缓缓摇了摇头 沈燕冰这一招 比之前威力大了很多 而且 里面充满的血腥杀伐气息 比过去要浓烈了无数倍 显然 这是他在青森山脉之中 通过和妖兽战斗而发生的改变 只是这种改变 却不知是好是坏 所有人都是满脸骇然地看着沈燕冰 脸上露出不敢置信之色 这个年纪轻轻的女孩 到底经历过多少杀戮 才能把这一剑的气息变成这样 此情此景 甚至都让肖大人动容 这一剑斩出 已经隐隐领悟了剑翼 并且剑翼还带上了他自身的特色 剑中蕴含的剑翼 这股气息 以及后续的变化 都是他自己领悟而来的 这是何等样强大的战斗天赋 这个女孩 以后必能成长成一名战斗兵器 她微微一挥手 大殿中惨烈的杀戮气息 立刻消失 肖大人以一种非常满意的眼神 看着沈彦兵 哈哈笑道 不错 当真是天才 天赋极佳 沈彦兵 你可以跟随我 进入紫阳剑场修炼 此言一出 大殿之中不少人目光看着沈彦兵 都是露出羡慕之色 踏入紫阳剑场 那可是实实在在的一步登天 沈彦兵神色依旧冰冷 没有表露出 任何受宠若惊的神色来 她只是看着肖大人 翠生生说道 陈锋实力超过我不知道多少倍 天赋更是比我高得多 肖大人对她态度格外温和 你不用担心 我也会对她进行测试的 她看向陈锋 微笑说道 陈锋 听说你是前元宗第一天才 拿出本事来露脸吧 她对陈锋非常期待 沈彦兵虽然强大的出乎她的意料 但是她是能看透的 而对陈锋 她却始终有些高深莫测 琢磨不透的感觉 外表看起来 陈锋实力 只有神门进第三重楼而已 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陈锋的影系功 已经修炼到了第二重 可以将自己的实力 降低两个层次 现在陈锋外表看起来是第三重楼 但实际上 她已经是第五重楼巅峰 陈锋走到大殿中央 缓缓拔出紫月刀 她没有使用任何的高等武技 只是将紫月刀 从上而下 从右至左 划出一道玄奥的弧线 所有看到这一刀的高手 都是有一种非常古怪的感觉 明明这一刀非常的普通 看起来就像是小孩子 拿着树枝乱画一样 随便哪个稍微学过一点 粗浅武技的后天境界弟子 使出来的刀招 都比这一刀要精妙许多 但是 这一刀却是给人一种 玄之又玄的感觉 那种感觉 无法体会 奥妙之极 似乎这一刀斩过来 自己根本就无从躲避 而这大殿之中 越是境界高的人 这种感觉就越加强烈 像是杨景天等内宗弟子 根本就懵懂无知 有的脸上甚至露出耻笑之色 觉得这一刀 简直就是乡野村夫胡乱笔划的 但像是杨不易甚至关南天这种高手 看来这一刀之后 却是心中聚颤 脸色大变 肖大人看到这一刀 眼中爆发出炙热的光芒 哈哈狂笑 豁然站起身来 走到陈锋面前 极为兴奋地说道 陈锋 你就是我这一次 来到钱元宗要找的天才 情报果然没错 钱元宗果然出了一个不是出的天才 陈锋微笑 收刀而立 本章完 第618章 谁才是废物 这一刀乃是他最近半年来的领悟 这些时间以来 他修炼绝灭三刀 而绝灭三刀 对刀义的体会有加成作用的 他对刀义的领悟已经是越来越深 现在已经隐隐约约能够捉摸到一些 刚才展出的这刀 便是蕴含刀义 越是高手就能感觉的越强烈 肖大人在这些人中实力最强 感觉也是最强烈 肖大人微微笑道 陈锋 你打算什么时候和我去紫阳建场 他的神态非常的急不可耐 看这个样子就是迫不及待的 要把陈锋带到紫阳建场之中 陈锋脸上露出一抹古怪之色 他料想到自己肯定是可以进入紫阳建场 却没想到如此顺利 他沉饮片刻说道 我在前元宗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 怎么这也得半个月 一个月之后了 不少人脸上都是露出极度艳羡之色 更有人恨不得替陈锋答应下来 立刻就跟肖大人去紫阳建场 肖大人脸上明显露出失望之色 但他没有勉强陈锋 而是笑道 好 陈锋 那就依你所说 众人更是惊掉了眼珠子 现在肖大人这语气 明显就是跟陈锋商量着来 这有点跟陈锋平辈论交的意思 人群之中 杨景天脸上露出极度怨毒之色 在他看来 这一切本来都应该是属于他的 是陈锋把这一切硬生生地抢走 他脸色胀得通红 眼中似乎有火焰在燃烧 脑子一热 什么都不管了 立声喝道 我不服 肖大人一听这话 脸色立刻冷了下来 豁然转过身 死死地盯着他 韩生说道 你说什么 杨景天大步走了出来 立声大叫 我不服 这陈锋有什么厉害的 刚才只不过斩了一刀而已 那一刀就连后天一重的武者 都能够使得比他精妙 就凭着这一刀 难道他 就有资格进入紫阳剑场 我不服 肖大人看着他 嘴角露出一抹不屑之色 神色古怪说道 你说 那是非常粗浅的一刀 杨景天点点头 说道 没错 不但非常粗浅 而且陈锋境界非常低 你看我已经是第四重楼巅峰了 而陈锋 还不过是停留在第三重楼的一个废物而已 这样的人 有什么计资格进入紫阳剑场 我比他还有资格 肖大人看着他 就跟看一个疯子傻子蠢货一样 忽然哈哈大笑 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他脸上笑容忽然一收 接着就变得极度冷力起来 盯着杨景天 韩生说道 你才是真正的废物 你算个屁 你知道什么 刚才陈锋那一刀之中 蕴含着刀意 实力越高之人 感觉的越是清楚 而像是你这种废物 只会以为 那是粗浅的一刀 杨景天一听这话 脸色煞白 脸上露出极度耻辱之色 他这才知道 原来不是陈锋差 而是自己无知 无知到了极点 他看着其他人 感觉所有人似乎都在嘲笑他 这时候 陈锋走到杨景天面前 微微一笑 说道 我是神门境第三重楼 你是第四层楼巅峰 是吗 你觉得你境界比我高 是吗 杨景天本能地点头 陈锋什么都没做 他只是解开了隐熙宫的限制 于是瞬间 陈锋气势暴涨 从神门境第三重楼 一下子涨到了第五重楼巅峰 这股庞然的气势 压得杨景天 几乎喘不过气来 杨景天瞠目结舌地看着陈锋 满脸不敢置信 呆呆问道 你 你竟然已经是神门境敌五重楼巅峰了 你之前刻意压制了实力 陈锋冷笑 说道 现在呢 你觉得怎样 他拍了拍杨景天呆若目击的脸 嘴角露出细血的笑 现在你知道谁是废物了吧 说完这句话 转身就走 现在的他 完全不把杨景天放在眼里 在他眼中 杨景天给他提鞋都不配 他甚至都不屑于和这样的人一般见识 杨景天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嘴唇颤抖着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他心中耻辱到了极点 感觉自己简直就是个笑话 小丑 忽然大叫一声 向着大殿外面狂奔去 他已经没脸留在这里了 今天在这里出尽了丑 他的脸上 满满的都是怨毒之色 在他看来 这些屈辱 都是陈锋带给他的 不过他的心情没人会在意 他这么走了 也没人搭理 肖大人看看陈锋 又看看沈彦斌 最后看了一眼白山水 说道 你也跟着去吧 什么 白山水愣住了 本能地反问了一句 肖大人微微笑道 怎么 你不愿意 白山水这才反应过来 脸上露出一抹狂喜之色 赶紧说道 愿意 愿意 怎么会不愿意呢 他本来都已经认为自己没有希望了 甚至连心情都转变过来了 却没想到峰回路转 肖大人又要带上他去紫阳建场 本章完 第619章 仰望 肖大人看着他 神色变得严肃起来 说道 我之所以带上你 是因为看中了你的心性 不过 你年纪确实是带了一些 去了紫阳建场之中 前途也不好说 以后能到什么境界 也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如此 这一次肖大人来自前元宗 为紫阳建场选人之事 便告结束 肖大人看向陈峰 微微笑道 肖洛欣 是我的名字 你们记住就好 半个月之后 会有人到来 接你们去往紫阳建场 当然若是有事的话 自行前去也可 但是最迟也要在九月初一之前 到达紫阳建场 后面这句 显然是对陈峰说的 陈峰算了一下 现在已经是七月中旬 距离九月初一 还有一个半月时间 时间倒是算得上宽厂 又嘱咐了陈峰等人几句之后 肖洛欣告辞 等他走了 众多内宗弟子 甚至是内宗长老 都聚拢了上来 纷纷向陈峰三人道贺 不少内宗长老脸上 都露出惨媚之色 陈峰等三人 能够进入紫阳建场 以后身份地位可就不一般了 实力更是会有一个飞速的增长 以后会成长为他们要仰望的存在 而这时候 观南天身边一个身影 忽然出现 徐老站在那儿 看着人群中的陈峰峰 嘴角露出一抹欣慰的笑容 山道上 陈峰和徐老 并肩而行 徐老叮嘱说道 陈峰 在这里有一句话 我一定要告诫你 你的天赋 在咱们前缘宗 确实是独一无二 出类拔萃 但是这天下何其之大 光是丹阳郡 纵横就有三万里 天才不计其数 而紫阳建场 就是这些天才汇聚之所 你的天赋在里面 说不定也就不算什么了 所以 你去了紫阳建场之后 一定要小心行事 尽量低调 不要惹事 我知道你修的是大修罗法香 讲究的是 灵力刚猛 一往无前 绝不忍气吞声 但是 你要知道 哪怕是金翅大鹏鸟 在展翅高飞之前 也要老老实实地 在鸟窝之中蜷缩着 低眉脸翅 不敢造刺 陈峰点点头 神色非常凝重 郑重其事地说道 徐老 您放心吧 您的话 我牢牢记在心里 进了紫阳建场之后 一定低调行事 如果不是 被别人欺到头上来 我绝对不会主动惹事 徐老点点头说道 这就对了 对了 你的脱体同山恶 现在练得如何了 陈峰摇摇头 苦笑说道 效果不太好 我现在还停留在 将我自己的精神 与我体内观想的 大阿修罗法相 连接的程度 现在已经连接了 差不多有一半了 等到完全连接成功 才可以 向外映射虚应 徐老说道 这个速度 已经是非常快 你也不要急于求成 对了 若是你的脱体同山恶 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可以去向陈玉学请教 陈玉学可是七年前的 那宗大笔榜首 他修炼脱体同山恶 已经有七年了 虽说他的实力远不如你 但是他在脱体同山恶上面的理解 应该是要比你更强的 陈锋点点头 没有说什么 但他是绝对不会找 染玉学请教的 又说了几句 陈锋便是告辞 说来也是巧 这时候 对面迎面走过一个人来 长相绝美 一袭白衣 飘然若鲜 神色高了 正是染玉学 陈锋淡淡的看了他一眼 目光淡漠至极 然后便是 错身准备离开 现在他已经完全不把 染玉学放在眼里 在他眼中 染玉学就如同透明空气一样 甚至都不值得他生气 染玉学看着陈锋 目光复杂 曾几何时 他可以站在燕青羽的坟前 用高傲无比的眼光看着陈锋 口中冷冷地吐出一句 师父是废物 徒弟果然也是废物 曾几何时 他可以带着染长龄 以俯视的态度来到外宗 当时的陈锋 根本就不被他放在眼里 而哪怕是在几个月之前 他也可以随意地将陈锋棘手 陈锋根本就没有被他放在眼里过 也根本就没有得到他的看重 在他眼中 陈锋甚至都不是一个级别的对手 而在此时 在看到陈锋的时候 他才恍然发现 现在的陈锋 已经是紫阳剑场的弟子 是前渊宗第一天才 是神门镜第五重楼巅峰的高手 已经是一个 他需要仰望的存在 而此时的陈锋 要击杀他 易如反掌 这样巨大的落差 让他心中难受至极 而陈锋这种 对他甚至都没有恨意 只是淡漠无比 完全忽视的态度 更是让他脸色苍白 他看着陈锋 心中涌起浓浓的挫败和屈辱感 而一个声音更是在拷问着他 我错了吗 难道我真的错了吗 冉玉雪看着陈锋 即将从他身边走过去 忽然心中想起了 自己这一次来这里的目的 他咬了咬牙齿 赶紧快走两步 追上陈锋 挡在陈锋面前 本章完 第620章 是时候离开了 陈锋眉头皱了皱 问道 冉师叔 有何贵干 态度极为冰冷 冉玉雪咬着嘴唇 低声说道 你 我听说你进入紫阳剑场啊 你能不能提谢一下长陵 当这话说完的时候 他满脸赤红 感觉自己的脸似乎被烧着了一样 滚烫无比 心中的耻辱感 铺天盖地的涌出 让他头脑一阵晕眩 几乎要晕倒过去 陈锋用一种看疯子一样的目光看着他 你说什么 让我提谢一下冉长陵 冉玉雪被他这种态度给刺伤了 他本来就已经是鼓足了勇气 才向陈锋说出这句话的 陈锋现在的态度显然是拒绝 他立刻转过身去 快步离开 只是丢下一句话 对不住 冒昧了 我不应该提这种要求的 陈锋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摇了摇头 转身离开 根本没有把他放在心上 高崖之上 陈锋白衣如雪 俊朗如仙 天空阴沉 风声烈烈 远处山道上 一辆古朴马车 停在那里 沈彦斌微笑说道 陈锋 我和白山水要走了 陈锋点点头 我这次虽然不跟你一起走 但是可以去送你 半月时间很快过去了 今天 紫阳剑场的人来到了钱元宗 很快 陈锋就见到了这次紫阳剑场过来的人 出乎他的意料 本以为只要紫阳剑场过来的人 都是很高的 但没想到 这次过来的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 一张娃娃脸 长得非常讨喜 见了陈锋 他笑嘻嘻地笑道 这位便是陈锋师弟吧 我叫吴东阳 是这一次负责介意你们过去的人 他态度很温和 陈锋也头套暴力 微笑说道 见过吴师兄 可惜这次不能和你同行 这一次是白山水和沈彦斌两人过去 我会在半个月之后单独赶往紫阳剑场 吴东阳点点头 笑嘻嘻说道 那倒也好 只不过可惜了 一路之上不能与你聊天 他是紫阳剑场过来的贵客 观南天等前元宗高层对他都是颇为客气 这个娃娃脸青年也一点都不傲气 表现得非常温和 他笑嘻嘻说道 你们可不知道 每隔好几年一次 紫阳剑场接引新人这个活 可是一个非常抢手的任务呢 任务店里 只要挂出来 很快就会被人抢走 这个活轻松 奖力又高 还能得到宗门贡献 那真是很抢手的 他神秘兮兮的问道 你们知道 我是怎么把这个任务抢到手的吗 众人很是配合 纷纷笑道 不知 吴东阳哈哈一笑 很是得意 说道 我有熟人 提前得知了消息 这一次紫阳剑场 要大规模 从外面征召弟子 我就猜到 任务店里肯定发放相关任务 所以 我直接就在任务店外面 打地铺睡了整整半个月 终于把这个任务抢到手了 哈哈哈哈 我是不是非常的机智 众人听了 都是一阵狂悍 原来这吴东阳 竟然是个话牢 不过这样的人 倒是比较好相处 说了一阵 吴东阳便是带着沈彦兵和白山水离去 陈锋一路相送 直到到了山下 看不见他们的踪影为止 半个月后 一个清晨 陈锋从修炼中醒来 徐徐吐出一口浊气 我的混员仪器工 最近半个月来毫无寸净 只不过是将第五重楼这条经脉 守绍阳三胶筋打磨得圆圆润润 所有的翘穴都已经完善 经脉也都已经畅通 只要吞下一颗七翘玲珑丹 就能够进入第六重楼了 反倒是龙象破天绝 已经达到了第五重楼第三十个翘穴 这段时间静静颇快 陈锋轻轻叹了口气 现在是离开的时候了 还有二十天就是九月初一 是紫阳剑场限定的最后十日 紫阳剑场距离前元宗足有万里 二十天的时间赶过去 正好够用 以我现在的实力 在这前元宗之中 几乎也达到了巅峰 除了那些只有宗主和极个别的太上长老 能够参悟的玄疾武学残片之外 其他前元宗最高等级的武学 也都已经对我没有太大的作用 说白了 前元宗是一个停留在神门境级别的门派 前元宗中等级最高的 哪怕如虚老和宗主观南天 也只是神门境强者而已 我如果再留在前元宗的话 也只能是慢慢的熬时间 通过时间来让境界提高 速度会大为减慢 这个时候去紫阳剑场 也是正好 陈锋站起身来 走到了一处修炼室外面 推门进去 修炼室之中并无一人 但是这里很干净 显然每天都有人打扫 在修炼室的角落里 还放着一盆小花 此时花开正盛 洁白如雪 清香沁鼻 陈锋走到这里 在修炼室中间坐下 似乎在喃喃自语 本章完